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 没有电饭饱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吃米饭的吗 大米啊 是我们每天这个必须吃的一个主食 但是大米当中的糖含量非常的高 很多健美临时啊 或者减肥人士啊 谈糖色变了 甚至很多人都已经说不吃主食 但是不吃主食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无骨为氧嘛 所以大米饭还是每天要吃的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 没有电饭饱 大家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吃米饭的吗 就是用水煮一下 捞到笼屉上去蒸 这样蒸出来的米饭 颗粒分明又饱满 而且吃起来又有嚼劲 同时就避免了很多的那个糖分糖水 融入到这个大米当中 那后来因为有了电饭饱了嘛 大家就省事了 连米带水一锅就蒸出来了 所有人就吃完了这个大米饭 导致这个糖的含量就越来越高了 现在我们就要追求这种古法烹饪的方法 但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多条件 去捞米啊 去蒸米啊 要耗取我们很多的时间成本 就用这样的锅来做我们小时候的蒸米饭 最后大雨锅就是还原了古法 煮饭的做法 用的是600瓦的大火力 采用的是环流沸腾的烹煮方式 由下而上的这个热量穿透了每一厘米 所以它才能够做到粒粒饱满 松软有弹性 而且不加深 它有这个预约功能 如果你早上想吃到这个米饭的话 那你前一天晚上就可以把它提前预约好 或者是你早上出门前 把这个米饭预约好 到了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一锅香烹烹的米饭就已经出锅了 不光是可以蒸煮一锅我们儿时的米饭 也可以用它来蒸排骨呀 蒸丸子呀 蒸鱼等等啊 都可以把这个油啊 多余的油都可以沥下去 就可以减少这个油脂的摄入量 这个锅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你看它的颜色啊 就是属于百搭的 就是搭配任何颜色的厨具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同好长势喜人呀 好了够了 够一盘了 自己种的呢就是细一点 不像买的那么好看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绿色的无公害 低糖米饭搭配上无公害的新鲜蔬菜 这样的饮食应该够健康了吧 好了 时间到了 来看看儿时的真米饭 煮锅了 真的是粒粒不明啊 这个低糖溺水的煮锅 确实挺好用的 再也不怕高糖高淀粉了 一般太好吃了 有点贪嘴吃得多了 晒晒太阳消化一下吧 最近有人推荐我用晒太阳的方式补阳气 特别的告诉我 要在户外不穿衣服 用天来晒 那画面就有点能看了啊 你们看 连狗子都不好意思看我了 哎呀呀 这是什么操作啊 不看不看 太难为情了 下期分享 帅贝疗法 能做卖